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韋提咖啡的Frank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喝咖啡了吗 很多朋友在家中在冲煮咖啡的时候 最重要的器材就是手边的磨豆机了 可是朋友们知道吗 许多家庭里面的磨豆机 科系度调整都太粗了 为什么会调这么粗 以及这么粗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由我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磨豆机正确的刻度应该要如何校正 以及调得太粗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好 那为什么许多居家的磨豆机都会越磨越粗呢 这个逻辑跟理由到底是怎么来的 其实我们仔细来分析 这个道理并不困难 第一 朋友们割度调得越来越粗 最主要是因为 大家在冲煮的时候 非常担心腮粉的问题 常常在手冲的时间上面 变得无法控制 我们在手冲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知道不同的滤杯 它适合不同的一个萃取时间 万一出现腮粉的状况 你就变成时间不可掌控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许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主意 就是把我们的研磨科系度调粗一点 第二个部分为什么要调粗呢 因为许多朋友在喝咖啡的时候 常常会喝到苦涩的尾韵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一直想要把磨豆再调粗一点 我们越调粗 可能就可以避掉一些苦涩 或者是尾巴不好的味道 因此呢 基于这两个理由 朋友们就会把家里的磨豆机越调越粗了 那调粗到底有什么缺点呢 第一 当我们颗度调的越粗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在研磨的过程当中 不可能会有一模一样的粒径分布 通常来讲在我们研磨完了之后呢 我们会有粗的也会有细的 而那个最粗的大概就是接近 你所调的最高的那个颗细度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一旦我们颗度调的越粗 代表你整个的浮原就更宽广 最细跟最粗的距离也就越远了 因此调的越粗 你的粗细呢 势必会越不均匀 相反过来 假如我们调的越细的话 因为最粗跟最细之间的距离变得缩短了 因此在我们调细的过程当中 你也有机会将得到更均匀的粉径分布 第二个部分 是我们都知道在萃取的原理当中 刻度越粗的话 我们需要越长的浸泡时间 才能够萃取出里面最佳的可溶解物质 假如我们把颜膜科系度调得越细的话 我们需要更短的时间 可是还记得我们刚刚说的吗 因为我们担心手冲的时间太长 因此我们把我们的粉科系调粗 调粗的话可以让它流得更快一点 但是调粗却又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这两个矛盾之下 常常朋友们会得到一杯又淡 而且又酸的咖啡 综合以上这两个结论 朋友们得到的会是一杯萃取更不均 或者是更酸更淡的一杯咖啡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有些朋友可能去选择了 更深烘焙或中烘焙的咖啡 也错失了很多欣赏浅的机会 好 那颜膜科系度 研磨粉镜的颗粒大小到底有没有一个放逐四海的国际标准呢 答案是有的 根据前SCAA以及后来的CQIQGrader的标准作业守则里面 规范的粉镜颗粒的大小最佳的程度是在75%的咖啡粉必须要透过国际20号的塞网 也就是约莫820micron左右 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 我们大略可以知道 一个适合评鉴咖啡的一个研磨科系度 将会是在七八百micron左右 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 全世界的专业人士 评鉴咖啡都利用这样的一个标准 当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品尝咖啡的时候 是不是也不要背离这样的标准太过于遥远呢 朋友们要如何知道自己磨出来的咖啡粉是符合这样的标准呢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朋友们推荐的一个非常实用的冲煮器材 就是我手边的这一个 由加拿大KRUV所推出的BRULER粉镜尺 这个粉镜尺非常好用便于携带 价格上面来讲也相当的平易近人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粉镜尺 那这BRULER上面来讲分成上下两个部分 上面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我们测量咖啡粉粉镜颗粒大小孔镜的对照表 那下方的话 它指的是我们咖啡生豆的大小 我们都知道咖啡生豆大小都是用多少木来去做一个判断 假如你看到16木或17木的话 指的就是我们咖啡生豆的16木或17木的大小 是否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塞网 所以这个粉镜尺呢事实上它是两用的 它可以测咖啡粉的粉镜 也可以测生豆的大小 那我们可以看到刚刚介绍的杯测呢 约莫会是在Medium这个地方 Medium这个地方大约会是800、900到1000左右 这个呢不但适合做杯测 也适合用来做手冲 或者是一般的我们讲浸泡式的 不管你是聪明滤杯爱乐压 或是呢我们的这个flask 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粉镜分布来去做 好那这个尺呢我们这样了解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来使用呢 我们现在手边呢用了一个样本的磨豆机 是我们的小飞马 这是许多朋友在家里或办公室 常常都会准备的一台磨豆机 很多呢研磨科细度呢 都会在归零后把它调到4到5之间 那我们今天就取其中间 我们用4.5来做个平均值 我们来研磨看看 然后我们来测一下它的粉镜大概多大 需要使用到非常多的咖啡粉 我们大概就放了两三颗就可以了 那在桌面上呢你可以准备一张白纸 或者直接用我们Bruller的外包装就可以了 这个取样过程当中通常来讲 我们大概用一两克左右就可以 你不要放太多的粉 太多有时候的全部都聚在一起了 你反而不容易判断 好那这个要怎么使用呢 在接下来呢 我们把我们的Bruller推上来 那我们稍微来评估一下 请你先不要去急着对 它是800 900 1000还是1100 我们应该要去对的是 它是属于哪三个区间 它是属于800到1000 median的呢 还是属于median fine呢 500到700的呢 那我们看的时候 请你不要去看最细的那一颗 也请你不要去看最粗的那一片 通常来讲 咖啡研磨会有非常多的细粉 同时呢也会有一些粗的 也是片状的 片状的话呢 它可以通过我们的磨刀的间距 但是呢 它大小远大于我们的这个 该有的磨刀间距 好所以请你不要去量最大的那一片 也不要去量小的细粉 我们大概看看 一般来讲均匀而言 它们大概会是多少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这颗度 哇有许多比较大的颗粒 好我们可以看到蛮多大的颗粒 好是不是800到1000呢 其实有点勉强 OK好那是不是1100到1300呢 好看起来呢很像是1000到1200左右 所以呢我们大概可以获得一个结论 我们小飞码4.5的话 大约粉径分布呢 应该是在1000到1200中间 这样的一个区间 那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们手边有另外一台仪器 它是Lightail所出版的CM200 它呢也可以协助我们快速而精准的测量出 我们粉径分布的平均值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现在的粉径的分布呢 基本上来讲平均值大约是1050左右 是不是跟我们的刚刚所测量出来的数字非常接近呢 当然这台CM200呢 它的价格并不便宜 好那假如说我们在居家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是不一定要购置这样的一个专业仪器 好那一支粉径尺轻轻松松就可以量出类似的数据 这不是非常好吗 好那我们了解到呢 我们刚刚的科西度呢 背离了我们杯测国际评件咖啡的标准 这么样的遥远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来调整呢 我们现在试着把我们科西度 找到小飞马的3号 我们来试试看3号的话呢 到的粉径分布又会是怎么样 OK所以看起来呢 非常接近我们的800 900到1000之间 事实上呢 这有大部分的科西度 我们都可以明显感觉到 会是在700到900这个区间里面 看起来呢 很接近我们国际品鉴的标准 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们还是用比较精密的仪器 来测量一次看看 我们可以看到了 我们的研磨科西度3号的时候呢 我们得到的数字呢 大概是770麦广左右 这个研磨科西度的平均值 非常接近我们国际杯测的刻度 而且朋友们发现了吗 它的研磨科西度也更均匀了 它在700到800左右呢 它高达了三成左右的一个粉径分布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跟我们前头所讲的也不谋而合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也推荐朋友 根据这样的一个粉径分布 你稍微磨细之后呢 你的萃取也可能会更均匀 得到的咖啡的一致性 也可能会更高 粉径池的协助之下 你可以轻松轻而易举的 找到你手边任何一台家用磨豆机最佳的粉径分布 当我们测量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思考我们是不是要把它调粗或者是稍微调细 当然话又说回来 杯测毕竟是杯测 它是一个放出四海的一个标准 在你居家里面不同的咖啡冲煮器材 不同的滤杯 不同的滤纸 不同的水质 等等其他的因素 都会些许的影响到整个冲煮的结果 我们还是要建议你 有了知道的标准之后呢 还是要根据口感来微调哦 我们还是要建议你 好,我們來試喝一下 我右手邊這一杯的話 是我們剛剛用小費馬常見的4.5號的刻度 我們來喝喝看 OK,像這一杯的話 剛剛我們整個充足的時間 因為刻度也比較粗 所以它的充足時間的話 大概是2分10秒左右 時間比較短 那很明顯的感受到喝起來比較水感 它的甜感沒有很明顯的感受到 酸質上面來講的話 感覺是有柔和的酸 強度也不算是特別強 可惜的是它的尾韻是相當短的 那我們再來喝喝看我左手邊的這一杯 剛剛是我們把小費馬的刻度 從4.5調到3 我們來喝喝看 這邊明顯感覺到酸甜平衡多了 剛剛不見的甜感在這一杯補上來了 剛剛不見的尾韻這一杯也補上來了 剛剛比較水感的這樣一個醇厚度 在這一杯上面來講同樣也補上來了 但是這一杯呢 有一點小小的缺點就是我感覺稍微有一點點色感 尤其是在我喝完的尾韻之下 是剛剛那一杯所沒有 但是總體而言來講 我們覺得調戲來講 它整個風味是有很明顯的進步的 好那透過以上的分享大家是不是很訝異 哇原來自己家裡的磨豆機 研磨科系度居然出了這麼多啊 我們把我們的科系度呢 透過我們手邊Bruller這個尺 適度的調整之後 你會非常驚訝的發現 你咖啡的口感 包括它的甜感 它的濃度以及它的酸甜平衡 都很有可能大幅的進步 這個粉鏡的大小 並不是由我們自己說的 而是根據CQI杯測品鑑咖啡的一個規範而得來的 在這樣的一個品鑑規範之下 當然回到我們手邊的充足器材 是一定要微調的 假如朋友們說 那我究竟要怎麼樣微調 才是一個最適當的範圍呢 朋友也不用擔心 我們的Bruller的每一個尺的內包裝 都有一個最佳的研磨科系度的一個索引 包括了愛樂鴨 包括了聰明濾杯 濾泡式的 手沖式的 或者是主制式的 各種不同的沖法 它都給你一些推薦的一個粉鏡分布 有了推薦的一個準則可以依循之後呢 你沖煮出來的咖啡風味 都有可能會大幅的前進哦 有關於研磨科系度大小 對我們沖煮以及品鑑咖啡的一個重要性 希望透過一個簡單器材的介紹 能夠讓朋友們更貼近精品跟專業咖啡 若是感覺你的咖啡真的有更好喝了之後呢 也不要忘了把好咖啡也要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讓好咖啡不要只停留在自己的家庭裡面 也能夠散步到各個角落 好嗎 OK 那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記得開啟通知小鈴鐺哦 您的支持跟鼓勵是我們微滴咖啡進步最主要的原動力 我們會持續的推出我們產品使用的一個介紹 以及相關的咖啡知識 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是想法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哦 OK 那我們下次再見了 掰掰 在這個角度之下呢 我們下次再見囉 你碰到自己的麥克風嗎 這個本鏡的大小 還有還沒講完 是 各位觀看 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